今天,周杰伦被网友木鸡显身士林区的台北欧洲学校 疑似是在位小周周物色学校 而他所在的幼儿园,每年的学家费共约15万元人民币 据报道,该学校是采用欧洲教育体系 学生必须拥有拜国籍护照,而且入学条件也非常严格 校内说有英国部、法国部、德国部、英文中学部 一年的学家费约有15万元人民币 而且课后才一课程还要另外击费 看来周董非常舍得为小孩的教育砸下重本 此外,这次在无色的学校,音乐实资都是具有国际级水平 似乎也是有意培养女儿在音乐方面的才能 周杰伦所属的经纪公司捷尾孩也回应 前两天周杰伦并没有安排工作行程 至于他是否是在位小周中无色学校 公司表示不会过问一眼的私事